第五十八章 雕像 一身银色战铠的罗锋双眸如电 抬头看着前方的巨型兽神雕像 一边观看着巨型兽神雕像 同时体内世界的金角巨兽 则是仔细观看小型兽神雕像进行对照 恩 罗锋环绕着巨型兽神雕像行走 快如幻影 一步便已经窜出数千公里 殿下 狄伦有些遗感 狄伦 这罗锋殿下是在干什么 四番奇也疑惑道 难道想要看清楚巨型兽神雕像每一处 可这些事历代早有无数族人做过 根本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 我也不知道 狄伦摇头 在他们二人谈话间 罗锋竟然开始一飞冲天 飞到了兽神雕像高空上千公里 从高看俯看巨型兽神雕像的脊背 观看脊背位置 脖梗 头颅等一些部位 片刻 罗锋便算是将整个巨型兽神雕像 仔仔细细看了一个遍 呵 罗锋目光终于从巨型兽神雕像上转移开 俯看向下方的兽神峡谷谷底 一眼看去 那广袤数万公里宽 百万公里长的谷底 除了少数一些宫殿建筑外 那地面上随处可见一些 盘膝静坐的金角族苦修者们 上一苦修者 几乎各个盘膝静了坐 那无形中形成的气窖 丝毫不比巨型兽神雕像差 上一苦修者 历代强者都来琢磨巨型兽神雕像 想要成为西罗多纳等伟大存在 罗锋摇头 随即仿佛一道陨石流星 迅速朝下方坠落 当要落到谷底石速度骤然下降 银色金属战靴 缓缓踩踏在地面上 殿下 狄伦 四番旗连吟过来 我需要思考下 罗锋说了声 便盘膝坐在土石地面上 身上的铠甲都砸得土石裂开 狄伦 四番旗站在罗锋身侧 默默保护罗锋 竟然是这样 这巨型兽神雕像 和我在血落世界得到的 那小型兽神雕像 竟然区别这么大 罗锋想起之前对照的结果 不由有些震惊 相同点 一 外形身体比例是一样 绝对是同一对象 二 身上鳞片数量是一样 都是90729枚鳞片 不同点一 是身上鳞片造型不一样 二 这巨型兽神雕像 并没有那种神韵 那股意境 罗锋皱眉思索着 两座雕像体积相差极大 一者长达上万公里 而另外一个小型兽神雕像 高度约30公分 长度约1米而已 可是这两座雕像相差在大 身体比例是一样的 且不管什么姿态 身上鳞片数量一模一样 连那酣睡趴在那的巨型兽神雕像 他的腹部 他蜷缩被压着的提爪上面的鳞片 即使肉眼看不到 可罗锋用地球人本尊的一丝念力 扫过去发现 那兽神庞大身体和提爪压在一起处 并非说因为连接就没鳞片 同样是有鳞片的 就好像 这是一头活的远古巨兽趴在那 化为雕像似的 好怪啊 身上鳞片数量都一样 都是90729枚 可是鳞片造型却不同 给我的感觉是 小型兽神雕像身上的鳞片 更加有规律 有神韵 而这巨型兽神雕像身上的鳞片 却没有什么规律 可这巨型雕像 却能散发那般可怕的围压 到底怎么回事 罗锋苦苦思索 自西罗多将这兽神雕像 留在金角族群中 漫长的岁月里 不知道有多少强者来参悟观摩 连人类中都有一些强大的存在 如一些宇宙尊者 宇宙国主们过来参悟 却始终没有生命 能够弄懂这一座巨型兽神雕像 或许有弄懂的 秘而不宣吧 可至少公开的 还不曾听说过 谁弄懂这座巨型兽神雕像 那么多爵士存在没弄懂 罗锋一个小小 刚刚踏入戒主级的 只是有些际遇而已 想要弄懂 无疑是痴人说梦 罗锋在那枯作思索 一座便是三个多元 迪伦 斯凡奇 卡什纳 五名人类戒主都乖乖在旁守护 而纳克布长老 则刚刚抵达兽神峡谷时 就已经和罗锋告别 去见他在兽神峡谷的好友了 迪伦和五名戒主倒也不无聊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巨型兽神雕像 也一个个苦心琢磨 他们也梦想 说不定能误透这巨型兽神雕像 那样 他们就能一步登天了 斯凡奇和弟子 卡什纳却无聊得很 因为他们早就尝试过了 呼 罗锋长呼一口气 殿下 迪伦 斯凡奇立即看过来 没什么 罗锋笑着摇头 随即又闭上眼 大部分意识都进入体内世界了 体内世界广袤浩瀚 一艘陨墨星号飞船 正停在一片草原上 现如今因为有了体内世界 陨墨星号则无需放在 巴巴塔的储空间内了 巴巴塔 将我之前记录拍摄的照片 合成巨型兽神雕像投影 黑衣罗锋站在陨墨星号旁下令 明白 陨墨星号飞船 立即射出迷蒙光线 最后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 长着上万公里的 无比旁天的兽神沉睡雕像 模样和外界的巨型兽神雕像是一模一样 即使是投影雕像 也隐隐有着无形的威压弥漫开 只是没有巨型兽神雕像那般强大明显 我敢确定 黑衣磨砂罗锋盯着那巨大雕像投影 双眸发亮 问题一定是在鳞片上 巨型兽神雕像和小型兽神雕像 鳞片竟然都是诡异的九万零七百二十九枚 一个长达上万公里的雕刻 和长仅仅一米左右的雕刻 鳞片数量却一样 估计鳞片数量一旦不对 估计就没这威压了 罗锋掠过这个念头后 立即下令 巴巴塔对着雕像投影进行改动 将其中一片大鳞片分成两个小型鳞片 是 巴巴塔硬道 天空中投影的巨型雕像 其中一片鳞片隐隐变动 分为两个小一号的鳞片 轰 威压消散 原本让人心计的投影顿时变成很普通的 没有丝毫威压的雕像投影 果然 罗锋眼睛一亮 恢复原先模样 同时改变其中一片鳞片的纹理 罗锋再度下令 恢复后 淡淡威压再度出现 纹理略意改变 威压消失变得普通 罗锋愈加确认 问题关键就是在那雕像上的 九万零七百二十九霉灵片上 黑衣磨砂族罗锋 随手一招便出现了一尊小型兽神雕像 这尊小型兽神雕像四提战力 独角昂然刺天 那股霸气威压隐瀰漫开 那股独特的神韵 就仿佛罗锋亲眼看到 活得那远古巨兽似的 巴巴塔 将这小型兽神雕像 也进行投影放大 放大到上万公里 黑衣罗锋下令 是 顿时天空中有两头 无比庞大的兽神雕像投影 一者是酣睡沉睡状态 一者是四提战力 昂头充满霸气杀气的姿态 都有威压 黑衣罗锋皱眉摸着下巴 嘀咕着 沉睡兽神雕像威压更强 战力兽神雕像威压弱些 来 不对 应该说 战力兽神雕像有神 有着独立的神韵 神剧威压收敛 而那巨型兽神雕像 根本没有那股神 也没有那种独特的意境 看到沉睡兽神雕像 根本没有看到活生生兽神的感觉 没有神 导致那些威压散乱开 才会显得那般强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清晰感觉到明显是战力的那兽神雕像 更生动就完全是一头活生生兽神似的 一者感觉是生物 一者感觉是死物 区别极大 鳞片纹里也不一样 黑衣罗锋暗道 试试看 轰隆隆 远处一道黑色幻影飞来 随即落在苍茫的大草原上 直接踩踏的一些草地都凹陷下 那是一头无比庞大 好似山脉的巨兽 金角巨兽 金角巨兽研究兽神雕像 最使得心应手 黑衣罗锋嘀咕 就让金角巨兽 来尝试刻出兽神雕像来 是的 刻 亲手模仿刻一遍 来体会这鳞片文理的区别 这是罗锋想到的一个办法 仙刻鹿沉睡寿神雕像 黑衣罗锋心意一动 顿时草原大地上 大量世界之力汇聚 开始凭空生出了 一长过万公里的大型山脉 这一座山脉 纯粹是用来雕刻用的 并且世界之力 同时生出足足上万把 不同规格的雕刻刀 大者上百公里长 小看比蚂蚁还小 金角巨兽站在大草原土 林甲翅膀微微肩动 环绕着这一座 长达过万公里的山脉飞行 同时念力操控 那上万把雕刻刀 开始迅速雕刻山脉 力量操控达到戒主级后 用念力操控 就算精细到一毫米 一微米 乃至一纳米 都不可能出错 成功 片刻后 一头庞大的岩石沉睡 兽神雕像 便雕刻而成 栩栩如生 真是够难的 每一道文理变化 都那般复杂 不过倒是怪了 怎么没有丝毫威呀 金角巨兽在半空中 眼眸中有着一丝一感 不管了 再尝试模仿雕刻 那小型兽神雕像吧 草原上出现另外一过 万公里的山脉 金角巨兽 再度操控那上万把 不同限格的雕刻刀 开始进行雕刻 兽神雕像的大概体型 很容易雕刻 主要是林甲纹理最复杂 哦 刚刚雕刻十二片鳞片 金角巨兽发出一声痛苦的思鸣 巨大的头颅摆动了下 强忍着痛楚 又继续尝试雕刻纹理 越是雕刻 金角巨兽的痛苦感就越强 仿佛一股无形的束缚 威压直接压迫整个身躯 甚至于那无形压迫 直接压迫灵魂 喉 金角巨兽痛苦嘶吼一声 鼻孔 双眸 那林甲翅膀上 蹄爪 龙尾上 都渗透出大量的金色血迹 随即哀鸣一声 整个直接从半空坠落 轰隆 一声杂落在草原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